收车了,收车了,我们老顽童又全款收了一台 浮特去风的六座的B型房车 这台车非常受欢迎 整台车的车长是5米95 车高是2米67 车宽是2米 这台车是六座的,国六的一个排放 2020年9月的上海目前行驶了2.1万公里 咱们来看一下哦 上方有这样门户外的小桌板 联动的脚踏铺 还有一个中门的防纹砂窗门 走上里面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车内呢 不得不说去风的做工真的非常的好 它这个板材各方面都是非常结实的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简报架 是搭载了22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这个是福特普若新时代 六速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整台车适合在六个人前二后四的一个部局 我觉得它这个全黑色的这个沙发 很好打理也很经典 然后这边有这个PCR的电视机 影音系统黑歌都可以的 然后上方的氛围灯也是非常商务感 也非常的漂亮 它还可以变颜色的 这边呢是我们的操作面板 这边呢到我们洗手台的部分 一个洗手池 还有这边延伸的两个桌板 在这边做菜呀洗菜都是蛮方便的 下面呢是一个车载冰箱50升 咱们来看一下上方呢是一个大雨的这个微风炉 这边呢是卫生间的部分 它是一个可伸缩的 后横床的一个部分呢是1米2 乘以1米85的一个尺寸呢 可以睡下两个成人 顶部上方这边有一个大金的 1.5匹的一个家用便秘工条 非常的省电 而且这边有那个小夜灯 这边的氛围灯也是蛮好看的 上方两个吊柜这边呢是一台的吊柜哦 它这一个空间感非常好 呃承载的人数率非常多 而且这台的配置又相当高 呃48伏200安尺相当于800里电 然后500它也能三间逆变器 所以到手就可以玩了 不需要加装什么 而且它这个材质啊 经得起实际的好面 呃氛围感也非常好 库库区域的床的底下 全部都是一个储物空间 哇 这个设计非常好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户外的燃气道哦 就在这个后方 而这边是公桥顺库库的爬地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了 观看 拜拜